面對AI他時代的機遇和挑戰 有高達76%的台灣企業經營者 是具有危機意識的 這個相比於全球平均只有45% 來了高上許多 但是當全球企業紛紛投入 AI技術研發和應用之際 過去一年台灣企業採用生成式AI的比例 只有14% 這個還不到全球平均32%的一半 這樣的現象顯示著台灣的企業 對於怎麼運用AI感到非常焦慮 但卻不知道要從何處下手 在這本書裡面 我們會談到企業要如何在低成長 甚至不成長的營運體系中 實際運用AI去大幅提升單位生產力 創造底層的獲利加速成長 也會提供台灣大哥大內部經過驗證 真的有效而且可以操作的成功案例 面對AI技術日新月異的快速進步 快速發展 沒有人可以孤軍奮戰 擁抱AI工具加入新創聚落 是台灣企業在AI時代重要的戰略 因為無論你準備好了沒有 AI大脫荒的時代已經起跑了 邀請你加入由我們主持的 AI共學社群 一起在AI的他時代裡 掌握台灣企業的大機遇 在AI的掌握台灣企業 在AI的掌握台灣企業 在AI的掌握台灣企業